利比亚首都地理玻璃传出好几身枪响 战火烟消密布城市上空 这是利比亚政府东西两派势力 当地时间27日在首都街道上爆发激烈枪战的场面 这场武装冲突连重击枪破击炮都派上用场 目前也已出现大量的死伤 截至27日首都地理玻璃内到处都可以见到 军队装甲车巡逻与弹壳散落满地的景象 这场政府派系间的武装冲突 已经严重波及平民住宅区 导致好几栋建筑物陷入火海更引发爆炸 另外还有六间医院遭到攻击 救护车无法到达受冲突影响的地区 美国驻利比亚大使随即呼吁冲突 各方立即停止敌对行动 而联合国好几年来则不断重申 维护国家稳定的重要性 其实早在2014年 利比亚革命人士 推翻独裁强人格达费后不久 或国际承认的西部临时政府 全国团结政府 与盘踞东部的利比亚国民军政府 就陷入僵持不下的内战 虽然双方曾在2020年签署停火协议 但是近期却因为在总统计议会大选 投票日期方面出现争议 让两个派系间的冲突一触即发 外界担忧 利比亚恐怕会再陷入战火连天的内战局面 华语新闻谢仲岳综合报导 请订阅按赞分享 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即使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